Chat Room 有个朋友问一题比较深的问题 就是说下半年执仓有什么版块要有呢? 其实上集都已经给大家一些信息了 如果观众错过了 你现在可不可以简单地说一点 如果详细的话可以回到上一集的上部 不是上一集 整个我们由三月份开始都是这样叫收集 我们都说着固然下半年开始 大家总会期待有个2022年下半年展望 暂时来说我们的2022年下半年展望 跟2021年的第二季一样 就是你可以分阶段去收集 这个市况一定不会是什么一注过一股定输赢 一个很好的良好策略 每分五个版块 五个版块都是采取一些分注收集的策略 特别现在在接近2万2这些水平 你预分三四注 之前在2万楼下的时候分两注已经很舒服 买了一注 现在另外一注 等2万再有机会买回 这是一个很好的策略 但如果你说分五个版块是什么 内房 内房里面想些什么 688、1109 两只 另外一方面 旅游复苏股份 同情旅行 或者说1992 复兴旅游文化 我觉得暂时选择这两只 但是同样地这两只在6月份上升级特别多 你就更加可以分散等一会 但是你分注买这些位置 买好机 但是你预算短线 跌回去 可能说11.5 那些位置 设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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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 我们上第二季说的那些都可以买 但是一定是分注买 甚至说 有预料的调整幅度更加深一点 如果一直做不到分注及纳的时候 就买廣气 或者说买一些造车的伸势力都可以 但是 这个就是一个最波动性大的股份 另一方面就是说 还有T&M sector 简单些就是ATM这三只 就是拼搏的盘管 淡化的相关不同的因素 所以未来我觉得 我自己都是围绕着这五个 sector 还有一个能源板块 就是那些883、1088那些 那些是拼搏它有个稳定现金流财息兼收的那些 所以投资策略就是这样 是的 这个朋友也多问一题 他就说多少成股票 多少成债 多少成现金 刚才阿奴说 强积金那里就是说 你要看不同年龄的 那我们当它35岁 那你觉得股票、债券和现金 那个比重应该怎么分呢 如果这个sector allocation 其实我觉得 股票很dependent 你的部署策略能不能维持弹性 你债券不会短炒 如果你做短炒的话 那一定是想股票的 你不用想债券的 如果你做长线部署的话 我觉得50%债50%股票 因为主要的问题 甚至刚刚你说现金 对不对 30%、30%、30% 那道理就是分散投资 任何分散投资 你都可以重新不同的风险 那就用尽一切方法 降低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 那就是风险状况 因为问题是很多东西 你拿回一些金钱 一定没有死的安全 但问题是 如果你纯粹要有个 不断想有个 有个最高的回报 这个就一定偏短线部署 短线部署 你唯一可以想的是 炒股票而已 甚至不是只看上去 甚至一些沽东西 追捕一些股份上 你都要去做 要做足对冲等等 那是难的 这个也都给不到实际上来 所以如果纯粹一个简单的 货币交易 我觉得这一刻 股票债券上 可能50% 甚至说25%股票 25%债券 50%现金 都未必是一个坏的选择 去到2万点以下 你到时候少些现金 可能25%现金 说50%股票 25%债券 或者30%股票 即是自己说 因个人情况而异 没有一个absolutely的答案 在这个货币交易上 每个人的风险承受能力 随着你的税数不同意 就不定 但是这一刻 我觉得 特别在目前的市况 我觉得股票又 老实说 除非你是很大的 你是典型大户 又有几百万以上的 资产流动性 否则的话 一般散户情况下 我觉得 你控制股票和现金已经足够